集中不然你就不用弄到麥克風 欢迎送雨珊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 雨珊吃饭了吗 欢迎经营梦 很温暖 辣辣你也是很温暖 真的我觉得 遇到你们我很开心这样 有听广播的感觉 有耶 我说我之前 就是很多的那个广播都找我去做 可是我没办法去做 因为我就是有美食节目的那个合约 对对对我有美食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 去做 我有在做那个外景节目嘛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我做外景节目都笑得很大声 可是就是这样 因为我的声音其实没有用这支麦克风 我想给你们听 就是我的声音没有用用这支麦克风 我切掉 就是比较不会那个集中 这支麦克风就是集中这样子 会不会我如果去做广播会比来做直播来的轻松 因为我很喜欢敷脸耶 我又想过一个问题 如果我去做广播的话 反正大家都看不到我 我可以一面敷面膜 一面上线 跟这个直播一面对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可以利用时间 我是一个擅长利用时间的人啊 你知道有时候我在开车 我不是会回台脑阿嬷家吗 我在开车的时候 我就会敷脸 对这一个多钟头我就会敷脸 对我就会 而且其实敷面膜没有再敷一个多钟头了 对不对拉拉 我就会先在我的脸上 弄一层那种凌胶状弄很厚 然后很厚之后 很厚之后 我面膜再贴上去 在路上开车这样子 这样它就会 加速它 就是 缓和它吸收的程度 就敷到那里就 刚刚好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10到20分 可是因为我开去台南至少要50分 我会先抹一层胶 胶 然后我的面膜会先打开 放在塑膠袋里面 对对对 灵灯 然后我就 就是有层胶这样先保护着 对不对 或者我去开去台南嘛 会许就 可能这10分20分 那个凌胶上就会吸收之后 我停红绿灯的时候 我会趁还没有上高速公路 我自己会